一名被指是前首相纳吉阵营的网红部落客 因为经济部长拉斐兹还没敲定上播客播客节目的日期 所以再三催促他 拉斐兹讨讽对方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并放话良辰吉日就等斋戒月之后 也是公众党属理主席的拉斐兹讥讽这名名为林仙戏的人 仗着自己是纳吉阵营的重要人物 就以为自己有权势如同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类 拉斐兹自嘲说自己两星期前刚完成脊椎手术也根本不重要 反正最重要的就是先理会林仙戏 拉斐兹说这个星期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而下周就是斋戒月了 就等他处理好重要事情斋戒月后才和对方交锋 拉斐兹之前说过为了彰显尊重并维护昌明政府连结 拉斐兹还得先征询首相安华和副首相扎西的意见之后 才邀约对方上节目切磋经济课题 但是林仙戏劝拉斐兹不必多此一举 因为他根本不是国阵或巫通党员 大家都有点不平落地 如果有点不平落地人有一点 这么多时有点我忘不平地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